有人说,世间三大真相,说话见人品,低谷见人心,金钱见人性,马看哑板,人看言行,说话代表了一个人的三观,说好了,让人舒心,说不好,就是祸从口出,说话见人品,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,看他怎么说话,喜欢说这几种话的人,多半内心阴险人品很差。 传承国学经典,点亮文化新灯,欢迎订阅国学新旅。满嘴甜言蜜语,多半是小人。老话说,口出蜜言,识人酒坚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脾气,因此无论是在和人交往的歧视。 还是过程中都不会过于地去讨好和奉承,无视献殷勤,飞奸击倒。他们的甜言蜜语,其实就是算计人的开始,刻意地接近你和你套近乎,目的就是为了放松警惕,从而实施下一步的计划。 这种行为也是小人过硬的计量。在历史上,很常见口蜜附件的人,特别是在官场。 其中,唐朝宰相李林甫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,根据资质通鉴的记载,李林甫对于有能耐的文人特别极度,平时相处,表面非常亲热,而却常常在背后阴谋陷害。 而现实生活中,却是有不少嘴巴很甜,背后却给你捅刀子的人,这种人是笑面虎,害人不皱眉,杀人不眨眼,一旦发现这种人品极差的人,还是远离为妙。 俗话说,良药苦口利于病,忠言逆利于行,真正值得交往的人,会说真话,会鼓励你前行,也许话难听了一点,但是他的本意是帮助你,提醒你,对于那些一个劲地说好话的人,真的要担心,也许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,背着你玩花样。 喜欢接人短处,心术不正,弟子归礼有言,人有短,切莫接。 人有思,切莫说,别人有短处,别说出来,是留下面子,别人有隐私,别说出来,那是为别人守住口风。 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,说出来就是痛苦,想起来都感觉心情难受,每个人都有两面,一面是优点,一面是缺点,如果总是选择不好的一面说三道四,被说的人,就以为自己真的很窝囊,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 还有的人,天生就有缺陷,或者过去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,但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,后来说出来,就是对人最大的打击,比方说,一个男人只有一米五高。 要是人人都说他矮子,嘲笑他,也许就让他变成孤僻,遇到一个穷人,而身边的人都在炫耀财富,这摆明了是让穷人无地自容。 人无完人,说话别挑人痛楚,良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,远离那些喜欢阶段的人,是留给自己一份好心情,是告别负能量。 说闲话的人,爱搬弄是非。 曾广闲闲文中说,来说是非者,必是是非人,喜欢背后说闲话的人,往往抱着一种小人心态,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,就爱到处嚼舌根,气人有笑人无。 闲话不仅没有营养,说多了,还容易招惹是非。 武则天在位的时候,曾经禁止宰杀牛羊,官员张德家里添了一个儿子,邀请宾客,没有羊肉觉得太没面子,于是他私自宰杀了几只羊来招待客人。 其中有个叫杜素怀的人,也被邀请参加宴会,他吃了羊肉之后,回去向武则天告了状,说张德有为圣名,是大不敬。 第二天,武则天在朝堂上对张德说,听说你有了个儿子,这是喜事,但是你为何要杀羊待客? 张德知道有人出卖了自己,于是跪下认罪。 但是武则天却说,我虽然禁止杀羊,但是你家里有喜事,也算情有可原,但是以后你请客,可要注意选择客人。 然后把杜素怀告黑状的奏折给他看,杜素怀羞愧难当,只想找块豆腐撞死。 如果有人私下说某人的坏话,告某人的黑状,那他就可能在别人面前说你的坏话,告你的黑状,嘴巴说的是非太多,内心也就会变得浑浊,和这种人在一起,终日被是非困扰,不得安宁。 陆游在《贤居自述》中说,花如解笑还多事,时不能言最可人,花朵能言。 一定会像人一样,飞短流长,惹生事端,石头虽不能说话,却诚实而坚韧,招人欢喜。 景师通言里有一句格言,广知事事修开口,纵视人前指点头,不说闲话,是一种修养,也是一种智慧。 说话阴阳怪气的人,内心很阴暗,这种人,说白了就是善度之人,自己过得不好,不想着努力改变现状,反而眼红起了别人的成功。 看你过得比他好,收入比他高,他的心里会特别不舒服,会莫名其妙地将你憎恨,每当你们出现在同一个场合,你会发现他与你说话的语气总是阴阳怪气的。 他会当着许多人的面,将你嘲讽,说你现在有本事了,人飘了,让你难堪,就是他的目的。 更过分的是,他还会在背地里给你使绊子,只要你被他捏住把柄,他就绝不放过你。 你们的关系,虽说是朋友,但他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想看见你倒霉的人,他盼着你一落千丈,盼着你以后过得不如他,跟这般仇视你的人来往,对你没一点好处,远离他,心情反而会变得愉快。 悲观消极的话,一经上讲,一阴一阳之味道,凡事都有阴阳两个方面。 没有绝对的,我们人也一样,每一个人就是一个能量集合体,不但有正能量,也有负能量,只不过有的正能量多一些,有的负能量多一些。 正能量多的人,正直善良,积极乐观,跟他们在一起,我们就会受到他们的感染,热情洋溢,精神焕发,负能量多的人,对生活没有热情,对事物没有兴趣,对前途没有信心,总是牢骚满腹,说一些消极悲观的话,跟他们在一起,我们也会感到情绪低落,内心压抑,甚至变得颓废,所以要趁早远离,别再靠近。 表里不一的话,古语有云,画虎画皮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,能看出来坏的人并不可怕,最可怕的往往是神仙面孔,蛇蟹心肠。 这样的人,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,改变自己的本心,说话表里不一,虚伪而又阴暗。 对那些说话表里不一的人,不仅不能信其言,而且不能信其人。 唐朝宰相李林甫就是这样一个口秘附件,表里不一之人。 唐玄宗天宝元年,李世之败左相,与李林甫列为阁下宰相,合立辅佐朝政,李林甫脾气阴柔,笑里藏刀扫除一己,与李世之脾气相反,二人表现得很和善,实则明争暗斗。 唐玄宗执政后期,沉迷酒色,为了支撑皇室奢华的生活,于是命两位宰相探究开源截流之际。 李林甫找到李阔之说,华山有座金矿,含金量很大,这件事皇帝还不知道呢? 李阔之觉得开采金矿可解国库空虚的燃眉之急,第二天便向皇帝奏明了这件事。 李林甫赶紧说,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,但是华山是大唐的龙脉,不能动。 唐玄宗听后对李阔之说,你这人做事怎么这么粗心,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,先问过李林甫在上奏,从此。 唐玄宗对李阔之越来越疏远起来。 宋代司马光在《资质通鉴》中说,李林甫这个人,对才能出众的人才,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地位的人。 都嫁以打击,他假装和别人好,暗地里出阴谋害他,当时人们说他口有蜜,富有贱。 有的人,天生就是演员,始终戴着虚伪的面具,内心阴险,无情无义,人生在世,最怕遇到表李不一的人,面闪心黑,表面掏心掏肺,背后心生算计,人有千面,与人交往,一定要擦亮眼睛。 表李不一会让人防不胜防,遇到了一定要静而远之。 说假话的人,没有信用。 人有这么一个天性,那就是虚伪,这就注定了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诚实之人,吹嘘以及弄虚作假,这是江湖中的常态。 对此,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假话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? 同时,对于假话,我们要保持怎样的态度呢? 所谓存在即是真理,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它们存在的必要性,而假话也有存在的必要性,因为这世间不存在绝对的真,也不存在绝对的假,真真假假才是现实。 对于假话,我们可以说,但不能多说。 还要划分好特定的人群,对于知己知有,就没必要吹嘘太多,以免坏了情意,而对于过客,五分真,五分假就可以了。 很多人觉得,既然世间如此虚伪,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说假话呢? 水之轻则无鱼,人之茶则无图,凡事,切勿走极端,而是需要行中庸之道,狼来了的次数太多,会让我们得不偿失。 三句话,不离钱的人,利益至上。 我们身边一定有这么一群人,他们说话的时候,总是会带有一些目的性,这种说话的方式,我们将它称之为利益至上。 他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,都会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,所以,这类人说话的时候,往往非常带有针对性,甚至特别尖酸刻薄。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,一旦你触犯到了他的利益,他就会对你开始进行敌视和污蔑。 不可否认的是,每个人都是自私的,但是一个人偏好的人,他是有道德感的,会懂得考虑他人的感受。 曾国藩说,与好利人共事,几必受累,唯利是图的人,眼里只有利益,总想从别人身上榨取利益,对他们来说,朋友只不过是种牟利的工具。 用得着你的时候,对你百般谄媚,用不着你的时候,把你踢到一边,与这种人交往,只会占用你的时间,浪费你的精力,践踏你的真心。 说话是一门艺术,有一个好的口才,可以带来很多便利的条件,甚至能够给你创造飞腾荒达的机会。 有的人害怕吐露自己的心声,因为他怕自己说错话,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但是,也有的人能够积极主动地争取机会去展现自己的才能,自己的口才,这样一来,就会有更多人看到你的发光点。 但是,我们不能用话语去伤害别人,而达到自身的目的。 这种伪善的人,他们在生活中常常以笑脸示人,但是在背后却做着不为人知的坏事,这样的人会把你拉下水,会给自己身边的人带来不好的影响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